红海的局势紧张戳破了欧洲电动车产业的话皮 大家好我是施涛 野门胡塞武装为了报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行动 对与以色列相关的通过红海的船只进行了无差别的西船战 那么这样的一种西船战它的影响已经逐渐的显现 通过红海以及舒伊士运河前往欧洲的船只数量大减 而运往欧洲货物的这个船期也是大大的拉长 这样的一个影响已经逐步的外溢 那么最新的一个影响是欧洲的许多电动汽车的工厂要停产了 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特斯拉在德国的超级工厂 那么根据相关人士的说法是 特斯拉目前在德国的电动车工厂 极度依赖来源于海外的关键零部件的生产 那么这里的海外果然不出大家的意料 那就是中国 那么所缺乏的关键零部件之一 就是来自于中国各大电池厂生产的这个锂电池 那么由于锂电池组件发货的延迟 特斯拉在德国的工厂不得不宣布短期的停工 特斯拉并不是个案其他的欧洲电动车厂家 也由于来源于中国的电池供应的困难 导致了相关的停产 那么鸿海出现危机在不经历间戳破了目前欧洲电动车产业的画皮 那么之前欧洲电动车曾经想要提高自主生产的比例 想要逐步的断绝掉从中国进口的电池等等关键零部件 但是放眼世界能够建立具有经济性 以及稳定供货能力的电池生产线的 目前看只有中国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不止欧洲连美国的部分电动汽车企业 也依赖来源于中国的电池的出口 而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鸿海的局势紧张 自然导致了欧洲电动车生产的困难 欧洲曾经树立了野心勃勃的目标 想要独立的生产电动车用的动力电池 但是经过一番调研后发现 欧洲不但缺少电池所必须的锂等等的关键的金属 还缺少熟练的工人 稳定的环保政策 以及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工业能力的配套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欧洲自产电动电池已经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而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 欧洲目前出产的电动汽车 在中国产的电动汽车面前 没有任何的价格竞争力 就更不要说他们的技术水平也已经大大落后 那么之前欧洲就有传出报道 德国的一家汽车经销商 想要从中国进口由中国的大众公司生产的大众电动汽车到德国进行售卖 即便考虑到关税运费等等一系列的成本 这样转运过去的电动车仍然比大众在德国生产的电动车便宜了近1万欧元 这也就从一个侧面显现出来 目前欧洲电动汽车产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经济性的竞争力 那么如果在考虑上红海危机所造成的零部件供应紧张 那么恐怕这一次的红海危机会意外的成为 欧洲电动车产业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的里程碑 大家对这期话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听取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